讲的那句话,印证了许多归乡人的真实感受 在蒙古人的歌声中,白银宝利格带着对过去,对自己,以及故乡新的认识与情感离去 游子离家,归乡,也许是一个永远都说不完的话题 自古文人都纷纷留下与故乡有关的诗句,如李白的《举头望明月,逼头思故乡》 贺之章的《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这些都能十分贴切地道出浪迹天涯的游子的心目历程 谈思乡,说乡愁,悟患心仪,即使到了现在,也永远不会不合时宜 时之佳节,无论你现在正和家人在一起,或者因为一些原因,暂时不能回家 都请接受我们对你和家人的一份祝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土高天,梦绕浮迹天的,是香情忧忧 狂澜祭祷时 笔住中流的是壮怀疾变 寻常岁月里 刚苦自知的是挥谐志趣 含蓄万约的是东荒之美 生生不息的是家国情怀 亲情 先情 家国情 敬请关注电影过节之情动中国 曾经隔着一道闸口 大陆与香港两地人相互想象着对方的生活 然而随着回归 香港的普通民众与我们越走越近 我们才发现 原来这里也是地道的中国式的市民社会 这里的家庭与我们的也并未有不同 邻里之间的温情 生活的琐碎与艰难 小人物的正直与善良 虽然分离已久 却也有着一样的相情相韵 你坐了十几个钟头的飞机累死了 回到酒店 好好睡一睡 还是呀 放钱东西就快点去富贵区吧 如果 问你故乡是什么 你会怎么回答呢 想必须